2009年代 手机世界风起云涌 新老巨头佳作不断 谁才是旗舰之王 让我们逐一盘点 魅族M8精美外观强悍配置 尽管等待两年却依然人气高涨 这家来自中国内地的音乐播放器厂牌 能否依靠M8复制当年苹果iPhone的奇迹 HTC GR Magic拥有谷歌血统 搭载全新Android的1.5操作系统 HTC希望依靠高端配置和全新设计打开市场 再次确立G Phone的标准 诺基亚N97触屏时代N系列最强机皇 极大成制作 策划全键盘 卡尔蔡斯认证镜头 诺基亚要告诉世界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三星i7500 韩国巨头首次加入Android的阵营 配置普通但胜在价格低廉 未来是属于微软 谷歌还是三星自家手机系统 让我们拭目以待 LGBL40全球首款21比9超长荧幕手机 尽管不是智能操作系统 但惊人的颜值 神奇的屏幕比例 让所有人过目难忘 Iphone 3GS 历时三年 苹果已经在手机领域站稳脚跟 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团队 向老牌巨头证明 没有键盘 不可更换电池 一样可以打动消费者 诺基亚N900 面对咄咄逼人的苹果和谷歌新操作系统 诺基亚选择个性不跟随 全新旗舰搭载全新Memo操作系统 将会证明芬兰巨人的价值 HTC Touch HDR 拥有4.3英寸巨无霸屏幕 搭载全新的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HTC将旗舰手机的硬件标准 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不是手机 这是一台Windows电脑 索尼爱立信X10 一贯以精致设计著称的索爱 终于确定未来方向 抛弃微软 选择谷歌 Android的阵营 再添一人汗降 索尼爱立信首款Android的手机 值得您的期待 摩托罗拉里程碑 获得全球媒体一致好评的 XT702 出道即巅峰 强悍配置 完美设计 预示着手机的发明者 摩托罗拉将在大平时代 亡者归来 现在就登陆科技美学频道 投票选出您心目当中的 四大旗舰手机榜 新浪微博 腾讯微信 哔哩哔哔哩 投票通道同步上线 期待您的参加 下一期视频 根据票选结果 我们将为您呈现 2009年度四大旗舰 巅峰对决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